咖喱土豆牛肉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是亚洲地区常见的料理之一 它有土豆、牛肉和咖喱粉制成 具有浓郁的咖喱香味和口感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 咖喱土豆牛肉的制作方法 所需材料 牛肉切成块状500克 土豆3个 洋葱1个 蒜末适量 姜末适量 鸡蛋2个 椰浆1杯 咖喱粉2汤匙 酱油、适量、盐、适量 糖、适量、油、适量 制作步骤 一首先将土豆去皮 切成大块状备用 将洋葱切成小丁状 蒜和姜切末备用 二接下来将牛肉用鸡蛋和少量酱油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三在热锅中加入适量油 放入蒜 将木和洋葱翻炒至香味出来 四加入腌制好的牛肉块 煸炒至变色 五加入咖喱粉 翻炒均匀 六加入切好的土豆块 加入适量的盐、糖 倒入椰浆和适量清水 煮沸 七转小火 慢慢煮20分钟 至土豆和牛肉变得软烂 口感入味 最后可以按照个人口味 再适量调味 比如加入辣椒粉 增加辣度等 以上就是咖喱土豆牛肉的制作方法 在烹饪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要掌握好火和时间 让土豆和牛肉都能煮熟煮透 此外 咖喱粉的种类和口味也影响着整道菜肴的口感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不同的咖喱粉来制作 希望大家能够在家中尝试制作这道美味的咖喱土豆牛肉 享受健康美味的食物